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汪婷芝 高美达2022财政年第四个季度尽力增长1.77倍,并宣布派息每股1.5仙 全年来看,尽力增长29.32% 由于接近完成的项目成本减少 加上房地产赚幅高过预期 让2022财政年的净利占打中券全年预测的136%超出预期 该集团最新的未入账销售是5.42亿令吉 可支持未来12到18个月的盈利 管理层放眼下课财政年,推出4亿7000万领级的项目 由于GreenTech项目推出延迟到2024财政年 新项目的认购率是70% 预计2023财政年的房地产销售将会按年增长到2亿令吉 2024财政年则是3亿令吉 行家将金明财政年的盈利预测分别下调0.3%和5.9% 目标价则下调是32先,建议守住